人大制定港区国安法 曾国伟说具体条文续未公布 市民有忧虑是正常的 不过有人将国安法妖魔法 我觉得有些别有用心 希望每一次当你想做些事的时候 他们会千方百计 这些行为我觉得有些是贼喊触策的行为 你说我要国家安全 你担心什么 哪些人担心 我要触策 谁会反对 贼 贼会反对 贼会反对 家里长年都没有大门大开的 你喜欢进来偷东西也行 喜欢进来破坏也行 我现在想安回门 你旁边的屋子 你为什么这么担心 你这么吵什么 我安回门 我不要听关你什么事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计划制裁中港官员 我没有外国的居留 没有外国的国籍 我又没有外国资产 我又不去 甚至我不去 我加拿大都可以不去 免得给你抓 9月立法会选举 会不会禁止当局认为 有违反国安法的人参选 被问到日后争取民主自由 会不会誤众赴居触犯国安法 马上要出台的法律来说 你马上可以对照到 你跟我说 你所有东西都要合法去做 所有东西的权益你受到保障 但出台真的不是 你试想一下 风水鹿压压十年八载 这些马上你是看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大家又无需过分去担心 多个司局长都在网截 为港区国安法护行 又反莫美国的制裁措施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 任何对香港的制裁措施 都是伤人剑 选人害己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美国的举动 为市场带来少少干扰 但暂时影响有限 梁家仪报道 人大通过定立港区国安法之后 美国随即宣布 将会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 并且实施制裁 司局长在网截赞文 为国安法护行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 外国政客指控国安法 有违基本法和一国两制 为了改变对港政策 威胁制裁中国和香港 批评某些国家 一边主张自身国家安全 另一边千方百计 阻留中国维护国家安全 形容这种虚异和双重标准 为人所不齿 又说任何对香港的制裁措施 都是双印剑 选人害己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形容美国借国安法 挑起所谓制裁行动 美国的举动为市场 带来少许干扰 但暂时实际影响有限 又提到美国在香港的服务业 有可观利益 任何限制措施 同时損害美国企业在香港的利益 至于国安法 会不会对联系汇率制度运作有影响 他说这是本港自设机制 经得起风浪 和美国的香港政策法无关 国安法也不会影响 本港资金自由进出 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劳福国局长罗志光都在网字说 当美国计划制裁中国和香港的时候 不知道目标是否真的 希望阻挡中国制定国安法 但美国的举措 日后的历史描述 可能会说是他们 令中央政府更有决心进行立法 美国应该是会成功争取到 中国为香港制定国安法